嗨 雲霸 我們好久沒有見面了 對 我們一年見一次 就是因為iPhone 今天呢 我們要為大家帶來最新的iPhone 12的外觀的開箱 對 開箱 今天是禮拜幾 今天是禮拜四吧 禮拜四喔 對 什麼時候要上市 明天上市 好 我們就直接拿出來吧 直接拿出來 不囉嗦 快點 拿出來 來吧 登登 我這台是 12 這台是12是不是 這台是12 Pro 這台是12 Pro 對 大家有沒有看到它的外觀啊 它光盒子就是以前的一半 現在兩支疊在一起 是以前的外盒的 剛好 剛好 就是等二分之一就對了 所以Apple說 它減少充電器 可以減少它運輸的成本 喔喔喔喔 講得很漂亮啦 兩支都是128G 然後這個顏色呢 是 藍色 水桶藍 國民黨藍 國民黨藍 但這支是不得了 這支是目前最流行 最夯的 太平洋藍 來 開箱 ASMR 全新的喔 我很喜歡這個過程 好 一起把它打開來 3 2 1 喔喔這個就是iPhone 12的藍色 之所以會命名為太平洋藍 因為藍在海面上啊 你有時候看到是藍色 有時候看到是綠色 喔喔 所以你這邊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它 它會呈現不同的光影 可是這個藍 它就是藍 它就是簡單就是藍色藍 欸這個拿起來真的有以前iPhone 4跟iPhone 5的感覺 對因為它兩邊這次做了切直角 我這一款呢是iPhone 12 然後它用的是航鈦的鋁合金 那是iPhone 12 Pro 它是做醫療級的不鏽鋼 那你可以看到它的切面喔 非常的光滑細緻 這一次呢iPhone 12 Pro它有出金色的 那我們現在手上沒有金色 下次有機會我們再來看一下 金色到底是長什麼樣子 其實我自己看這一段時間 陸陸續續有人開箱嗎 有人陸陸續PO一些實際的照片 然後我覺得銀色是最漂亮的 銀色是最漂亮的 還有黑色 iPhone 12你看它附的就是兩顆鏡頭 標準鏡頭跟這個廣角鏡頭 對超廣角鏡頭 然後這個還iPhone 12 Pro呢 你看這個是廣角鏡頭 標準鏡頭 然後還有一個望遠鏡頭 這個呢 這個就是LIDAR 這個是雷達偵測 是以這兩隻來看啊 那很多人都會問說 我這次到底要買哪一隻 12還是12 Pro 那其實我覺得 你首先就先看外觀 因為它這兩隻的規格 其實非常的像 螢幕都採用XDR的螢幕 然後螢幕的尺寸也差不多大 那再來是相機 如果你平常用上一隻的手機 你平常用望遠鏡頭比較少用的話 那我覺得你就選12就好 那這一次它又多了一個雷達鏡頭 它主要就是讓你應用在夜拍 夜拍 而且是超低光源的情況下 它透過雷達鏡頭 它可以不依靠光源 直接把你的 物體的遠近 對 把它直接偵測清楚 對 它不需要靠光源 對最主要是對焦的部分 還有它偵測物體的 景深 對然後還有相對位置 非常重要 譬如說你現在你的前景 跟你的後面的位置 那譬如說你現在前面這個後面那道牆 然後它做一個掃描 然後再做前景跟後面景深的部分呢 它才能夠虛化 才能夠更準確這樣子 對也比較成功率比較高 然後它偶像也比較少 對那這個我們要不要開機 我們把它試開來看一下 我們來試開看一下 嗯 好 試開來 欸 以前是用透明的膠膜 這次是用白色的膠膜 對啊 就用紙的 你看這個質感 哇 這個上面這個螢幕就用的 就是他們所謂的超瓷 超瓷晶面板 是超瓷晶嗎 對 因為他說這次他用的這個新的面板技術啊 玻璃技術啊 可以更耐掛 差不多是一般的耐刮的這個玻璃的4倍 聽說到4倍的耐刮程度 對 不過這個真的還是要使用的時候才知道 我覺得這個雖然是耐刮 但是我相信大部分人還是會貼保護膜 嗯 我自己是一定會貼 而且我等一下就會去貼 那另外呢 這一款呢 它是走全平面的 就跟之前 它回到之前iPhone4跟iPhone5 對 對 所以在玻璃保護膜的部分呢 它的製作難度就比較低啊 瀏海 有比較小嗎 沒有啊 沒有比較小 整個外觀看起來 其實就是比較大台的iPhone4或iPhone5 厚度也差不多 可是這一次的重量變輕了 對 重量是變輕了 感覺是變輕了 你拿它看兩支 欸 這支比較重 真的 還是有差 當然啊 iPhone12 Pro比較重 嗯 12 Pro比較重 對 所以這一次的重量你看喔 iPhone12 Pro是187 嗯 iPhone12是162公克 兩個差了將近10 差了25公克 那電池的部分呢 iPhone12 Pro呢 是2815mAh 但是iPhone12是2775mAh 所以電池的重量呢 還有這個 呃 還有多了一顆鏡頭 多了一顆鏡頭 對 所以呢 它的重量也會有差別 對 再來就是它的記憶體呢 iPhone12 Pro呢是6G 然後iPhone12呢是只有4G 一樣是IP68防水 平往都是IP67 對 現在都是IP68 就它IP68 但是要跟大家提醒呢 手機進水 我記得是不理賠 沒有保固了 對 對 就是它雖然有防水 但是呢你不能就是說 丟到水裡面去拍照或幹嘛 嗯 而且也不要去海邊 只要任何有鹽分的都不要 對對對 OK 好 所以呢大概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我們的外觀 我們快速 今天就是快速開箱了 裡面附的配件就是這一條 USB-C 一頭是USB-C 一頭是Lightning 那這次很多人在罵 是因為說 你附給我這個USB-C to-Lightning的線 是有史以來第一次附這種線 嗯 過去是USB-A to-Lightning 對 那所以呢大家現在手上呢 有的都是USB-A的 充電器 那你現在附這個時候 你沒有附給我USB-C的豆腐頭 所以呢就是我們 有啦還是有附啦 在iPad上面有附 iPad上面有附 但不是每個人都買iPad 我們呼籲大家再去買的iPad 反正喔 覺得沒附的人不爽 他什麼理由 他都說覺得他 他這個就是不對就對了 嗯 所以這個是然後接下來裡面是什麼東西 這說明書沒了 就很簡單 沒有 就一條線 對對對全世界最厲害 我看大概就是蘋果 就只能附你這樣 很多人在研究說 到底其他廠商啊 會不會跟進 跟進啊 對啊像三星你覺得他會不會跟進 會跟進 會不會 也不附充電器 也不附保護殼 我覺得應該不會 他們還是會給 對 因為目前他們的銷售面的談判籌碼 還落後蠻多的 沒有辦法這樣子 對 因為我覺得因為目前只有蘋果 有辦法撐起整個生態鏈 好 這個是iPhone 12跟12 Pro的開箱 那我已經來到模式密碼 這一次他們針對iPhone 12跟12 Pro 特別推出了一系列的周邊 包含這個PED寶物貼 康寧玻璃寶物貼 滿版的 然後還有藍寶石的玻璃寶物貼 藍寶石鏡頭光的寶物貼 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話 歡迎來這邊消費 然後憑我的文章或影片 然後來這邊就可以幫你打折 呼籲大家一定要做鏡頭 或是螢幕的保護 那因為按照慣例 我每次一拿到新機 我就會過來這邊來量尺寸 那我在量的過程中 就發現沒有幹嘛 我的螢幕就已經裂掉了 不要相信什麼超精緻 Apple這一次說它的表面非常耐刮 可是我剛剛放在桌面上 馬上就刮上 你看這個已經刮上了 扣不掉了 就拿去那個顯微鏡那邊照 發現有一條很深的裂痕 哪裡 這邊這邊 這邊是裂掉 這一痕裂掉 而且刮傷也蠻多的 然後你看這邊 應該就是裂了 你看 上面跟下面都有 所以建議大家拿到手機的時候 一定要先拿過來 把螢幕貼起來 好 那做好完全的準備 好 我是羽毛 那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